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宗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透过人问的专访还有议题的整理 新闻的回顾带大家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背后 值得我们要关注的议题 那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道 我们有YouTube频道有Podcast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我们很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可以让我们的节目做的更多深度的报道 让独立媒体能够走得更远更深的这样的一个了解社会 把社会各式各样面貌带给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是我们这个2024洛选人系列专访的第三集 我们在前面两集访问的小欧盟 还有萨逢安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访问的是这个时代力量的立委 也是这次的落选者邱显志 显志你好 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大家早安 称之为立委是因为我们录影的时候你还是立委 过几天你就属于立委了 过几天你就属于立委了 过几天就立委了 就已经卸任 没错而且我都是在你那个 上次你来这个地方应该是在我有查了一下2016年 对 那是这个郑姓哲 没错2016年5月3号 5月3号你有去那个你有去查 你是说应该是说5月3号他活着离开看守所 应该是过没几天 过没几天对过没几天我们就来这里做这个讨论 没错 那从那个时候还是立委 那个时候还是素人 是个人权律师 是一个盛运参政者 现在后盛运人士 然后现在变成后来变立委 然后现在是一个即将成为一个素人 待会我们会想说你接下来要干嘛 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想第一个先请教你就是 我们当然知道你是代表时代力量出来担任公职 那其实时代力量在过去最早是有这个五席的立委 那后来就是又减少 那这一次大概只剩下零席 也不是大概只剩下就是没有立委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2016年的时候 其实你们的得票率是政党票得票是大概6.11 然后2020年的时候是7.75 那这一次的得票率其实是不到32.5% 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个这么大的变化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挫败 那当初时代力量的创党 因为我参与这个创党的时候 就是大家认为说NGO必须要在国会有一个代理人 这样的角度 所以基本上参与创党的许多的律师 或者是社运工作者 基本上都是社运团体 那后来在2016年的时候 我自己在新主选立委嘛 但是那时候我的状况就是说 一方面对抗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柯总召 一方面对抗国民党的候选人 那其他的这个选区 包括黄国昌、洪池庸、林长佐 在区域这个部分 他是跟民进党合作 那也因为这样 其实在当下的时候 现在回头过来看的时候 那当然是会有路线上的选择 那我当时我的感觉就觉得说 哇这个这一条路真是崎岖啊 这并没有那么容易 你说这一路上来都是一个崎岖吗 但是不一样的感受是说 因为我当时面对国民两大党 那一方面民进党 柯总召他是整个看板海嘛 他资源非常丰沛 甚至这个文宣已经不是一张一张 而是一本书啊 然后这个国民党的这个议员 在这个新主逝是多 这个是过半甚至是多数的 所以这个等于是说 我那时候感受跟其他的我们的同志 就是后来也选上了这三位立委 我感受不太一样 我感受就是会觉得说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困难的 而且你要如何在两党 这个大党的这个铺天开地的这个 这个看板海也好 或者是说这文宣站也好 或者是网路等等之类的 你要如何能够杀出崇尾 那所以那时候就 当然就是说 后来就落败嘛 那落败就是持续更远 但是后来我会发现说 那 因为我持续的更远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在足足秒 推出了七个候选人 选上的六个 那反而其他的区域 表现得不如预期啦 那时候我的感受 我做长话短说就是说 其实 以一个小党 在德国在欧洲也是一样 你社会运动起家 那你可能就是 在这个整个政治上的光谱上面 然后有一个这个大的比例 比如说10%或者是说5% 10%甚至是说十几%的这种状况 像德国绿党或者是德国的这些小党 那所以 你就必须要很清楚你的角色 你必然跟这些大党所关切的议题 或者说所关注的这个社会面向 要有些差异性 要有些差异性 那要有一些进步性 那回头回来讲说 现在的状况 我觉得是我们把政治这件事情 想得太容易啦 怎么说 因为就是说2016年的时候实在力量 三席的区域 因为跟民进党合作 所以就选上嘛 然后两席的这个不分区 就变成五席的这个小党 那有个党团 那在这个立法院有很多 当时太阳化学运之后 你又是一个新兴的 这个社会气氛也不太一样 对社会气氛也不太一样 那民进党执政 那后来2020年的状况 当然是说你在区域的时候 你就很难有所斩获了 虽然当时新竹市 这个我们的候选人还是得到7万多票 但是那时候 其实你应该是要回过头来 去好好的针对2022 或者是说这些地方的这个选战 能够有所斩获的地方 能够去清楚的布局 但是就是说这一方面牵涉到就是说 社运出身的人 或者是说许多在内部上面沟通 其实是我坦白讲是处理的不好 不好沟通 不好沟通 大家也都有各自的想法或是个性 对 那瓜吉就讲说这个时代力量 他有三种口味 一种是黄国昌口味 一种是林长佐口味 然后一种是秋显志口味 那秋显志口味就是想要把这两个口味把它调合在一起 那看起来也是没有办法成功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严格讲起来 如果我要说的话 我觉得太轻视 或者是说太认为说政治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 太快获得成功啊 而你以为这个成功是很容易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其实以时代力量这样的一次的 这样次的挫败来看 他并不是一个理念上面不被认同 而是包括组织经营 而是包括内部的一些纷争 内部团结 内部的团结 以及你们在所谓的地方扎根上面 可能也是不足的嘛 对 应该是 你这个是很好的观察 因为地方扎根这件事情 讲起来 就是一句话嘛 那实际上来做 那是要滴水穿石 没错 而且我举个例子 像我的选战的状况 就是说我们的团队也非常认真 但是呢 跟国民两党相对来讲 他的状况是什么 国民党是有很多的 新族是有122个例 然后有30几席的议员嘛 那国民党是最多数的议员 他有10几席 那民进党8席嘛 那我们有3席的议员 但是越往基层走的时候 我们就是说 这种像比如说里长、林长 那国民党或是民进党 尤其是国民党 他基本上他是一个很绵密的组织 对 那你这个 非常努力的去经营 比如说六日的时候 你跟他们一样 你也要去殡仪馆 混上起信 其实上 红白铁 我多年来 我也是这样做 但是 你还是 还是会面临你的 组织的 资源跟人数不足的这个问题 那这个 这个 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要靠滴水船石 说实在的 你一个政党 然后 八年嘛 八年以八年来讲 那 你很努力的经营 但是基本上人家是滴水船石 是很长时间的累积 甚至他累积之后 他的人脉 他的各方面是比你更宽广 所以他不是政绩而还要看关系 看起来 我所谓的关系 并不是说你要去买票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body body 或是一些兄弟嘛 就是我们本来是石油厅在这里 或者是说 他平常就跟大家有很好的互动 没错 不管是协助也好 或者是 不管你觉得正面或负面 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关系 所以 这一次也会看到一个类似的现象 所谓的太阳花世代好了 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可能都敌不过传统的地方派系 那当然我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土地的主人他回来了 土地的主人他胜利了 可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会不会是 一个是在一个理想性很好 但是其实那个扎根性 或是那个地方经营 他其实不够密切 但是这个不是一个 纯粹的选择的问题 而是一种 你刚刚谈到人力资源 对 以及我们能不能蹲下来 我觉得可能是蛮重要的吧 这很重要 因为我跟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同样的 我去生命园区 或者是分散起庆会 甚至是 这个地方的巡守队也好 或者是这个 环保志工队 一起拔草 我都常试过 你会去拔草 我去拔草 好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说 今天如果有一个 他这个 在当地 连任 比如说好几次的议员 或者是说 他跑得非常勤的 这个议员的话 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 他跟你之间 就是说你跟这个 我们的这个里民也好 或民众 或者是说 他跟这些我们市民的距离 比我近太多 对 因为他日积月累的累积 那 我的困境会在于说 我一方面 比如说2020年上任之后 我在立法院 要处理交通委员会 处理各式各样的议题 那咨询了这个将近800次 那另外一面我要处理党团协商 那 在这个地方上面的曝光 或者是说这个 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基层的服务 相对国民两党来讲 当然你还是跟他有一个差距 所以现在的问题恐怕是在于说 这还是要靠时间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你讲的那个 我们愿不愿意 跟大家一起 就是所谓的这个 蹲下去 就是真的要蹲下去 然后能不能蹲够久 跟能不能蹲下去 跟蹲够久 这两个其实也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对那所以 这个不是真的 也不是说说而已 但是我必须要讲说 你看实在力量现在他是2.57% 对 其实在德国 我常常也跟实力有一些伙伴讲说 在德国小党 都面临没过5%的状况 都有过 为什么 因为这个制度就是从德国来的 对 那德国人那时候他就觉得说 威马共和的时候 多党林立 隔潮不断 软七八糟 导致希特的上台 所以柏黄基本法认为说 我们不能这样做 我们要设一个5%的门槛 那让这个小党不要那么多 好 所以包括现在的执政党 现在叫做红绿灯嘛 对 就是说 黄 红 绿 三个党 除了SPD 就是社民党 这个老牌了100多年的这个左派大党之外 绿党跟另外一个FDP就是自民党 都曾经没过5% 甚至在FDP你真的很难想像 他在2009年的时候 他在德国国会有91席 10几%的一个 比较轻右小 那个就右翼小党 结果呢 在2013年 0席 没半席 90几席到 91席到0席 对 但是呢 所以你这个是对自己很大的鼓励吗 不是 应该是说 你小党 小党本席 你这个五派门槛 那你随着政治 不管是说主克风的状况 有时候是谁啦 是那个趋势 或是那个情绪 他造成了某种的投票行为啦 对 然后这个 这个右翼的这个小党呢 到2017年的时候 他又回来了 那到2021年 他变成执政党 所以 这 应该是说 因为你这个小党本身 你就不是像大党这么的稳定啦 嗯 比如说 社民党也 德国社民党也曾经 哇 这个是百年的老党 也曾经搞到最后 那一春十八趴 但是他还是在过五趴嘛 嗯嗯嗯 所以 我觉得民主政治就是这样子 那你 唯一做的是什么 唯一做的是说 你要让选民相信 嗯 你为了这块土地付出的决心 嗯 可是也照你刚刚讲说 你也去拔草 然后你也 拔草 拔草 做很多的这个 婚长期限 婚长期限 也去跑这个 红白帖 可是你的得票数跟得票率 是 以自己来讲也是在下降 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原言是你怎样 你不够努力 还是其实地方的派系 或是蓝绿的政治太厉害了 对 应该是说这一次当然还有一个变数 就是说民众党也有候选人 过去 可能没有民众党的候选人 不过我觉得 因为多党参政 因为社会分输化嘛 所以从本来台湾一党 后来变两党 后来多党 我觉得那德国也是一样 本来战后三个党 现在七个政党 法国现在国会是十一个政党 对 所以基本上社会分输化结果 从一党走向多党 然后甚至越来越多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所以我觉得面对这样的挑战 每次参选 我觉得未来也是一样 恐怕新竹市只是一个现在的一个状况 未来台湾恐怕都会越来越多的候选人 越来越多的政党 那实在力量 或者是说你做一个小党 你如何能够在这种乱流基云 乱流基云的时代里面 然后能够获得选民的青睐 所以这还是一个自己跟自己的比赛 那自己的 不管是说实意的政党票 或者是说我在新竹的得票 这个当然要彻底的检讨 到底是说你在这个党也好 或者是说你的地方的服务 国会的问证 乃至于说这个争取建设 那到底选民在意的是什么 这件事情当然是 你要时刻放在心上 也要必须要检讨 然后修正自己的这个作为 的确就是这个变化很大 选举的变数是很多 很多的原因 很多的因素 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理念 它也包括社会的关系 有时候是整个的趋势 或者是跟竞争者的 各式各样的排列组合 都在里头会出现 那当然 我们这样听起来 这个显示对自己 或者是对时代力量的游戏 是因为 从一个德国的91型 这91型非常领袭 后来又可以再翻身 就是对自己的期待 那这个中间 你作为一个社运 社运出身的人 有时候你会面对一个困境 比如说 像民进兰来推排黑条款 我们当然对黑道深入痛绝 对 但是我自己作为一个律师 或者是说学习法律的人 我当然没办法接受说 你里长只是因为 他曾经被判刑 或者是甚至是缓刑 你就让他终身不能参选 那 所以这变成是说 你有你的坚持 那跟选民看待你的方式 或者是说 选民到底有没有觉得 你在意的东西是他在意的 这中间 我也必须要尝尝去 也就是说黑道是一个 那黑道是到底什么样的黑道 他可以排除他的选举的人 但是他的 这个假设他不是很严重 但是他可以 有没有更生的机会 对 这个更生的机会是不是包括 他的参政权 是 那我的版本就是 采用德国的方式就是说 我认为应该是 如果你要限制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某一些跟国家法益有相关的 比如说贪污自罪条例 比如说叛乱等等 这些有跟公子有相关 密切相关的罪 第二个就是说 时间要考量 不是限制 不一定是限制终身不能参选 比如说五年 德国就是这样子 五年七年九年 有一个层次 但是 我放在一个选战 或者是说 作为一个公共议理的时候 很难去清楚的让我的支持者 或是选民 或者是说 广泛的社会大众 能够清晰的了解我们的立场 因为有时候会觉得 是不是太复杂 那这个当然我必须要去深刻的检讨 这个其实也不单是你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最近这几年 所谓的速食这件事情 或者是我们在看很多问题的时候 比较是一个情感的面向 那当然如果有在整个舆论上面 或者在竞争对手上面 他怎么去带动那个风向 对 实际上会引发我们 怎么去看待一件事情 是 他背后的一些价值 他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对 那当然从事社会运动到一直参政 一定会有你自己的一个价值 是 你自己的立场 可不可以先谈一下你的社会运动的经验 因为当然我认识你的时候 其实也是 所谓的人权运务师 知道你参与的官场工人 然后 我们也曾经一起在台湾人权促进会里面 也带过 是 那还有很多这个相关的 包括红仲秋等等 对 你这些社会运动的参与里头 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 印象深刻 或是对你的影响冲击最大的 应该是说 比如说回来台湾之后 就参与了官场工人案 然后 红案 或是各式各样的冤错案 或是社会运动的案件 包括帮学生辩护 我觉得 应该是说如果 让我觉得说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也会影响我去从政的话 基本上是红仲秋案 因为红仲秋案 它就是一个乡下的一个阿兵哥 然后在军中被霸凌 那我们自己从乡下来 然后去当兵的经验 所以在我当兵的经验 也不是很愉快 那就是说会有很多 你看到的 对他们印象不好的部分 那 这个案件后来 让25万人上街 那甚至这个让 推翻了这个台湾的军事审判制度 对 让他从平时走向暂时才可以适用 那 当然那是对 我们这一种 就是说 这样的律师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因为我在 红案之前 我事实上 因为在军事监狱发现了一个冤错案 叫王瑞凤案 我就向大法官申请大法官解释 结果到十年之后 他去年才解释出来 那时候我就认为说 德国没有军事审判制度 法国没有军事审判制度 所以不应该有军事审判制度 这很不合理这样 好 但是 基本上那就是 没有 投了这一个大法官解释之后 有受理 但是一直解释不出来 可是在2013年的鸿案的时候 因为 2013年8月3号 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签 有25万人上街 导致8月6号的时候 朝野协商 然后二三度通过 让军事审判制度走向历史 所以我一直相信众志层层 所以基本上 我其实也不太相信什么政治明星 说实在 我比较相信众志层层 大家往一个坚定的方向 然后坚持这样的信念 到最后成功 所以鸿案带我很大很大的鼓励 那当然就是说 因为鸿案他是一个case 通过这个case 然后改变了军事审判制度 所以一号这样的理念 我在进入立法院的时候 我也会一直在思考说 诶 那譬如说过去在这个 做社运的时候做冤错案 那这些愿意赔偿 刑事补偿 要怎么让它更完善 那或者是说犯罪被害人保护法 要怎么让它更完善 那等等之类的 你就会觉得说 这个制度上的改变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刚刚讲到说 这个乡下的 红州是一个乡下来 我感觉到所谓的你的乡下的经验 你的乡村的经验 你的生活经验 跟你从事的事情 是有一些关联跟影响 例如说我之前听过 你为什么会参与社会运动 为什么官场工的事 因为你妈妈也是官场工人 所以你的这些所谓的乡村的经验 乡村的记忆 是驱动你去参与这个社会运动 是会改革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吗 对 因为那时候 就是 回来之后当律师 那回来之后当律师 你的生命之中 比较熟悉的人 比如说这些农民 他长了什么样子 那比如说妈妈的同事都是一些女工 那所以当这些人这个走入办公室的时候 你对他会有一个比较亲切感 应该是这么讲 那比如说洪仲丘的爸爸走进来的时候跟我讲说 他的儿子是成大毕业 然后这个去当兵 然后在平常暑假在家就在 这个拔草 然后在施肥 在喷荣药 然后再摘葡萄 因为他家在种葡萄 就跟你小时候的经验 一模一样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 好我会帮助你 他说我没有什么钱 我说好那不用钱 就是说 就是你会有一个同理啦 比较容易同理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是一个 好野人的话 你可能就很难同理这样的处境嘛 比如说官场工人的时候 有一次 我开完艇我载一个妈妈 然后回去嘛 回家的路上的时候 他就说 你知道吗 我今天来开庭 我还不可以跟我们老公说 我今天还要快点来煮饭 那 你会觉得他讲话的样子 跟他忧虑的事情 基本上跟我妈妈 就是小老百姓就是这样啦 对 对对对 很适合的啦 所以基本上 会 会 比较能够同理 这些人的 这个处境这样 所以 所以同理心或者是 你 有没有这个过程 会影响到你的政治的参与 或是社会的参与 但其实你刚才也谈到一个 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觉得 红仲丘案 让你是很有成就感 对 那 那为什么不直接 一直从事社会运动就好了 对 那从事社会运动 你还是可以跟很多的 所谓的底层的人接近 那个同理心的共鸣可能会更大 为什么不直接从事社会运动继续做 那为什么要去参与立委呢 对 这个参与立委 所以就能够去达成你的心愿 或是让他更好吗 这个其实也是阴错阳差啦 因为 因为说实在的 20 2014年的3月15号 好不好 就是因为顾律师去选台北市长 所以台权会就没有会长 对 就是你直接会 然后 然后许多 许多的 职委就说 因为你是律师可能这样比较方便啦 那 那 那我记得当时的 这个 吴豪仁 吴兰兰老师还跟我讲说 闲置你去没关系 我跟你讲 现在 应该也 不会发生什么事啦 2014年的3月15号 然后我就说 隔天就发生事 三天之后就发生318嘛 对 318之后 就被 因为是团权会长 就被推去 劳政旁边的那个 那个办公室说 某个房间里面去开 开 重要的决策会 对啊 然后我在开庭啊 他们就跟我说啊 那个 就说 欸 你是会长你要来啊 结果我去的时候 我每天都很担心啦 警察重新来把我抓走 因为我身上还有很多案件 OK 那 说实在 音错阳差 也不知道说占领了24天 结果 结果后来 大家就一直在 包括这些NGO啊 他就一直在讲说要成立一个政党 嗯 因为成立一个政党之后 NGO在国会才有代理人 嗯 对 然后包括 那时候许多的 就是说长辈啦 就是说 包括 像Michael啊 那 那 像这个 林丰盛 林与雄 林丰盛 林丰盛律师 也都这样认为嘛 嗯 所以那时候就会觉得说 嗯 这好像是一个 因为我自己读法律 我也会认为说 嗯 没错 制度上的改变是 非常重要的 嗯 那所以就 就决定一起 一起来 因为那时候是 还有我的事务所 包括李宣毅律师 刘继位律师 很多的社医律师啦 好 结果 后来参选也很意外 因为参选的时候 2015年时代力量成立 2015年之后就是要选立委嘛 嗯 哇 找不到人可以参选嘛 嗯 那又变成是说 好像律师要参选比较简单 嗯 那时候 参选 太太就说 那你一定要在新竹市参选啦 因为这样还可以顺便雇小孩 顾家就对了 对 所以就参选了啦 知道说 2015年的5月 老科就回到新竹参选 嗯 然后就 所以你就跟他解下不解之从 对 这个也是奇妙的缘分嘛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在台中职业啦 OK 我主要在台中职业 那只是因为家住新竹 那每天就是 就是来回这样 对 所以就这样子去走入了这个政治圈 对 那当然后来就是当选的 第一次没选 第一次没有选上 对 然后后来是部分区 然后这一次又回到区域选 又没选上 是 那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在证件发表会 谈的一些东西 就是你到底对这个地方 对 有什么样的主张 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们先休息一下 光是去年我就已经两次邀请交通部长王国才亲自来到新竹会刊 为新竹争取10亿元的交通改善的预算 那未来我也会继续的全力争取监督让新竹的轻轨如期的到这个洞工不再拖延 那另外也争取预算加速完成空桥的计划 并且全面提升新竹人行道及行人安全设施的普及率 当然包括行川线路口的退缩行人庇护桃照明设施等等 改善新竹所有危险的路口 能够提前达成新竹交通临死亡的目标 第二个我们希望说能够调降汽机车的货物税 那在这个万物皆长只有薪水不涨的时代 我会全力推动减轻市民生活的生活负担 提升市民生活幸福感的政策 儿童安全 我们知道说我自己有两个女儿 其实非常清楚 当我们上班的时候我们非常担心儿童的安全 那所以针对强化儿童安全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要求说落实机车太除二职的业者 并且修法增加有心照顾架 推动育儿友善职场等等 能够让每个新竹的爸妈都能够安心兼顾工作和育儿 爸妈安心上班孩子的安全我来守护 那针对新竹高中子民额严重不足的问题 其实过去我就跟王尔玉委员召开公听会 未来我也会继续全力争取 国立高中增值 增班增儿 全面提升加速 加速这个教育的品质 再来针对这个降低长照负担的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知道说新竹的经济成长快速 是台湾经济的火车头 但是生活品质却远远跟不上经济的发展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会加速新竹各项基础建设 然后并且推动财政收支化分法的修法 去增加新竹作为一个非六都的都市 增加它的公共服务的裁员 那加速新竹污水下水道部件的进度 能够解决新竹 也一并来解决新竹重大公共建设流标的这个问题 那此外我们也持续争取资源 落实新竹医疗量能 强化儿童医疗的资源 那面对高龄化的社会 我们也会希望争取资源 降低长造家庭智慧的负担 落实在宅医疗以及长造服务整合 让每个长辈都能有一个更好的照顾 对抗二职建商保护市民的权利 捍卫居住正义 是让每个市民都能够住得起又住得好 这是我一贯的坚持 那我们也会持续的监督国防部 以倡议解约把寡妇楼的土地还给市民 加速新竹社宅兴办 争取区区有社宅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 我的背后没有财团建商 这是大家都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才敢这样强力的批评这些财团跟建商 在这个位置 一直有建商想要来找我喝咖啡 我当然非常清楚 但我都拒绝了 我知道背后的意图 我不想因为被收买 而失去下一代的未来 所以我坚持站在鸡蛋的这边 有许多每天为了生活努力 奔波打拼的市井小民 需要有人来为他们发声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辉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辉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 记录资料库独立制作 我们有一部频道有Podcast 频道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也期待您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透过您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做更多更深入的报导以及讨论 让我们一起听见微小的声音 今天在节目当中是进行我们的 洛选者的这个系列专访 那今天的来宾是邱显志 显志你好 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我们实际见过面应该不超过十次 真的吗高铁上也会见到 高铁上对 要反正去看电影也会见到 看电影啦对 算是一个不太熟悉的陌生人 但是我在2011年 应该是说我回到台湾之后 我开始职业 然后我在大概职业一个月之后 我去中正大学 那时候为了郑姓哲 那就看到你跟张娟芬 蔡崇隆 然后我当时对你非常震惊 震惊是怎样 不是尊敬是震惊 不是 我怎么讲的这么好 讲的这么好 对 我说到不道不清 结果那时候吴东木好死不死 还把他全部录影下来 我真的很想要 我还没有看过雷豆 我真的讲的不知道讲什么 我回去看一下我到底有讲的多好 真的很棒 我记得我的PPT是用柯南做的 对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我也是很会做PPT 但是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但是你那时候让我非常震撼 就是说你讲的那个东西 基本上就是德国在报导刑案的时候 语气非常平淡 然后要高度的自我拘束 自己作为媒体的报导者的那一种 不要好像渲染 太多的情绪在里头 对 很赞 谢谢你的神赞 不过还是要回答 OK 刚刚我们在这个中间看到的是 你在证件发表会的反应 是 好像有25分钟吗 对 你大概花了15分钟 想自己努力的做了哪些事情 然后大概5分钟都在骂人 最后5分钟 交战 交战 我们只有减最后5分钟 那个骂人跟不断吹捧自己 我们就算了 你就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政界 包括改善交通 减轻小市民的税负 儿童安全 降低长照的负担 还有落实在宅医疗 这其实比较少人谈 对 还有包括这个建商工程监管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少人谈 就是特别谈挑出了几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政界 对 那这个政界在那个大型的这种 所谓的蓝绿对决 或是蓝绿白对决的 这个所谓的气氛底下 他是不会被听到 但是我想有点时间 你可以来分享 为什么你要提出这个政界 基本上这也是 从我自己切身 不管是说作为律师也好 或者是作为立委 然后我对新竹市民 他的烦恼所在 他的痛苦所在在哪里 然后提出了我的政见这样子 那比如说 这一个对落实这个建商的 这个工程监管 你会看到说 祖北的这个丰益建设 然后搞出了五次坍塌 然后最后这一个 搞出一个天坑 天坑这个车主差一点也在这个车上 因为那个车主后来跟我聊天 然后整个特殊要调到里面去 那其实这样的类似这样的事情 包括我们在台中的新复发建设 你可以看到他搞到悬背掉落 就是俗亚的 俗亚的过失 这非常难过 那或者是像台北这样的状况 台湾对这些不良的建商的管理 是很粗放的 甚至是非常放纵的 那所以我的政见才会说 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 落实建商的工程的监管 这个很重要 那第二个比如说像交通的问题 因为我都在交通委员会嘛 我其实在做律师的时候 我就发现说天哪 台湾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车祸 那那些车祸 是你开车我开车 或是你开车我骑摩托车 撞到那里就算了 一大堆 比如说台中经典外墙 经典酒店外墙倒塌 我的当事人就是 骑摩托车过去 然后被砸到变植物人了 那比如说有那种工程师 就是下班 骑摩托车回家路上 哇 宝山香公所的路灯 竟然路牌 竟然倒下来把他压死 诸如此类 或者是说 违规停车在超商门口 然后老公再老阿嬤撞上去 老公就过世了 老阿嬤就 就重伤 在新竹的这个北大路 跟仁德街口 什么之类的 所以诸如此类 其实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就非常重视这个 因为这涉及到人命 所以 当然我也会很多的 包括路行 然后包括是说 很多的各方面的改善 然后包括 这个货车停车格等等之类的 很多 然后行穿线的退缩 像日本的话 行穿线一定要退缩3到5公尺 诸如此类 那这个也是我非常关注的点 那再来就是说儿童安全 因为我自己有两个小朋友 那现在的社会 尤其是像新竹市 大家爸爸妈妈去上班 然后就交给 托婴中心 或者是这个保姆 托儿所等等 那新竹最近也发生一个 托婴中心 这个婴儿 50%烧烫伤的事件 那你去深究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这一些的管理有很多的问题 诸如此类 就是说 你还是会希望说 能够通理啦 我自己是一个离乡背景 从嘉义的山上来到新竹打拼 那许多的 这个竹科的年轻世代 或者是说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他也离乡背景 那为了他的家庭 为了他的孩子在打拼 那他的烦恼是什么 他的痛苦是什么 那如何能够减轻他 在这个城市里面 生活的这个负担 那这个是我非常关切的一个点 其实你提出来的这些政界 都蛮日常 有时候日常就是 跟大家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当然他可能 在某个程度是一个 所谓的地方的成绩 但是如果要做一个大的改变 必须要回到这个立法上面 去做一些 一些论述 或是把法律制定出来 那但是其实 到了立法院 跟在社运院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就是最常被人家拿出来的举例 或者是包括时代立 常被批评的地方 就是 你的理想性很高 但是要怎么做 你要讲 或是你要实际上面 实物是什么 所以 我有时候觉得是 换位置 必须换脑袋 换屁股必须换脑 对 可是这个东西 会不会有很多的妥协跟折冲 或者是说 是 其实那你干脆换了脑袋 你干脆就换了另外一个人了 对 整个就变掉了 对 你会遇到这种所谓的问题 或者是这种 社运的这种挣扎 就是我必须要妥协 我要 站在一个相对比较宏观的位置 来看这个事情 对 好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刑事补偿法 这个我非常在意嘛 因为这个冤案的 那刑事补偿 要怎么补偿 那 很多面对的问题就是说 比如到最后一个废期的时候 我们要去处理刑事补偿法 那我面对就是说 我到底 要 这个让他 就是说 要怎么样的方式 才是一个最理想的方式 让他 第一个 能够有进步性 第二个 针对机关 其实主要 并不是其他的党团 像这种法案的话 主要是司法院 那在这一次的这个里面 譬如说 你没有坐牢的人 但是他是冤枉 那要不要在这一次里面推 那如果我要在这个里面推的话 那恐怕 这时间就会来不及 因为机关可能会反对这个部分 那我就会面对你的挣扎 对 你说的挣扎 我到底是要 让他 现在虽然可以进十步 那我的理想可能是进二十步 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还是同意这样子 那后来我的抉择当然是说 我还是 痛苦的抉择 先求有再求好 先求有再求好 诸如此类 那我在立法院常常面对的困难 也是在这里 就是说像交通安全基本法 我们一直在唱 一直在努力的结果 终于让院可以有一个交通安全基本法出来 但是它的版本跟我的差距 可能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 那我要怎么样去做折冲 那我在这个过程之中 第一个就是说 我在做社运嘛 第二个就是我是一个律师 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有一个面向是 我希望能够把事情建设性的做好 而不是只是破坏性 所以 我 那个有另外一个纪录片的导演 在拍我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非常惊讶一件事情就是说 你为什么跟这个某某的某某某立委 你也可以跟他聊天跟他讲话 甚至好像 感觉你跟他还蛮好的 我说我就是这样 我每一个人都要去接触 老柯我也要去接触 曾明宗我也要接触 那陈超明我要跟他聊天 傅昆琦我要跟他谈说 甚至是傅昆琦 连这个我的华航证明他都签了 后来虽然他可能不知道他签了什么 但是基本上就是说 你也必须要广泛的去跟大家接触 因为我目标其实非常清楚 我目标 我这个形式补偿法 我这个交通安全基本法 我这个 这一些最低工资等等 这一些我必须要把它推过去 所以如果你后面来检视的时候 事实上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其实很多的法案都有成果 那当然这是不断的折冲的 但是这个过程或这个结果 会不会反而回过头 还被社运的朋友去骂去批评 我们看到很多社运从政 不管是从事这个民意部门立法委员 或者是从事到这个行政部门 这种回过头来被社运批评的状况 其实也非常的多 是 但是基本上 我的状况就是说 一方面我也跟许多各个不同的领域的NGO 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 像奥尔斯就是居住正义 很多交通改革的团体 包括跆拳会 施改会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也都跟他们有一些LINE的群组 或脸书的群组 那其实目标就是说 像这个刑事补偿法这个部分 我基本上就是跟便宜会的咨询长罗士祥 讨论说 那我们到底在施法院的版本 我们要到哪个程度的时候 我们可以觉得说这是OK的 这当然你讲的这个没有错 这个就是也是要非常好的沟通 然后跟必须要互相的理解 那我也必须要把我的困境来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是对的 就是那个要回过头来解释 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做不到可能要跟他说 不好意思我真的做不到 对 我觉得这是某种的政治责任 我给你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平均地缘条例 平均地缘条例很重要 因为它涉及到是预售屋的限制转售的问题 台湾现在的房价已经高不可攀 那主要炒房都在炒预售屋 这个我从来没跟人家讲过 那重点就是说 有一些民进党的立委 其实跟我也是朋友 他也希望这个案件过 那他就会讲说 闲置这个东西如果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 到之后会有谁出来阻浪 所以我们应该怎样怎样有没有的 所以这整个过程里面 基本上你就会站在一个 一方面我们要去把这个理想往前推进 那一方面我们面对着这一个 很多的险阻 包括建商他有他的代言人 财团他有他的代言人 那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让这个NGO或者是我们理想的价值能够往前推进 那并且包括跟在民进党内 或者是说其他的委员 能够有一个这个分工合作的关系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回到我们这个所谓的社运参政 或者是这种独立参选的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知道现在的选制 对于所谓的小党或者独立参选不利 大概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 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保证金 对 那我们前面也讨论过保证金的问题 实在非常不合理 另外就是5%的门槛 对 那这当然你刚刚想说 德国也是这样子 对 在台湾是不是适合这个现实 恐怕也是值得讨论 你怎么去看到这些限制 当然这些限制有它的意义的存在 对 那第二个其实延续的这个东西在台湾就是 其实也很多人说我们要去改 是 那我不知道时代立有提过相关的提案吗 或者是说 这个蔡英文总统 在当选的时候也说要去改 对 那看起来还是 在这个时候还是这个状况 没错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非常不合理 因为你所谓的选立委 20万保证金 这个非常好笑 这个我也曾经咨询过 这个都是在该年 比如说今年2024年要选的时候 在2023年 前一年中选会 就会召集一个类似这个公听会 或者是一个讨论 那来决定说 这一届的立委保证金要多少 那他选择的 这个学者就不会像你这样 可能是你比较反对的立场 比较支持小党 这蛮多学者是支持的 这很离谱啊 那选三个 我就当场 我就把他咨询说 这三个学者 竟然可以找出两个说 这个20万的保证金是合理的 我真的很想说 全台湾你到底怎么找的 那因为我听学界的朋友讲 绝大所有人都觉得不合理嘛 那甚至是说 大多数的国家啦 不要说欧洲 其实大多数的国家 基本上保证金都是零 那你可以用联署的方式 所以这是非常不合理 我觉得这个是要改不改的问题 因为这个其实20万 他也没有法规的这个限制 或是这个法规犯的依据 就没有办法直接用立法去改吗 其实也可以 但是基本上 就是说 在这个中选会 我觉得这几年的中选会 对这个东西 不管是说监索的 这个投票权等等 这是非常保守的 是 那另外一个 当然牵涉到就是说 5%的这个门槛 我觉得这个也很不合理 因为我刚刚提到 德国为什么要有5%的门槛 是因为威马共和的时候 有不知道有多少政党嘛 然后呢 隔朝不断 台湾也是有三四百个政党 对啦 也是不少 你弄一个5%的门槛 人家是因为说小党林立 国会里面有很多个小党 那不利于阻隔 因为他基本上就是说 很可能会发生倒阁嘛 台湾 台湾哪有这个状况 台湾是太稳定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当然是对小党来讲的竞争 是很不公平的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抄袭德国的单一选区两票制 那单一选区两票制 你又没有联立制 对 这是另外蛮严重的问题 对 严重的问题 那导致说 你这个小党 即便你在不分区的政党票 能够有比如说5% 10% 但是你分配到席次才一点点 对 那当然会影响你整个政党未来的发展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单一选区之下 哇 整个比如说嘉义县的这个三区好了 只能选一个 那整个嘉义市只能选一个 新竹市只能选一个 那当然对小党来讲 他会面对一些困境 那德国也是一样 那德国也是一样 德国一直到2021年 你看这样德国绿党成立多久 至少40年 德国绿党才在一些 南部的邦的大学城 击败左右大党 OK 有这个例子 比如说他在斯都嘎 他在这个弗莱堡 甚至他在卡斯鲁尔等等之类的 有一些地区 那个地区就是大学城 然后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 那工商比较发达等等之类的 他可以绿党候选人 诶单一选区 结果他最多 有这个状况 但是 那个就是要 长时间的累积 但是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从过去 就是说 在德国战后 确实你这个单一选区两票制 会导致小党在区域选举 面对非常大的困境 那所以小党的席次 比如说过去的绿党 或者是说 这个自由民主党 他通常他的席次 都是来自于他的政党票 对 这个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这次 也有一个朋友 把他出来参选 他会被劝退 然后那时候他就找我说 他要选嘉义的山区 我的故乡 对的故乡 然后他选嘉义的山区 然后说那他没有钱 对 然后他应该要把重点放在哪里 我就放到民雄大里 就是那些人口最多地方 可是其他地方你基本上 你根本连立看板 或是你要去拜访的能力 可能都没有 是 这当然是不同的选区 他不是一个人口数的问题 而是一个 他整个的这种所谓的 产业的状态 是 这个人口聚集的状态 他应该有更多复杂的因素 应该要来 纳进来考虑 就是选区怎么划分 但是其实我们 其实是一个比较单纯的 以人口数作为这种划分 然后又是一个单一选区 没错 两票制的这种方式 没错 我实在有点难想象 如果一个第三势力的政党 他要怎么在这么浮原 辽阔的地方 对你要到阿里山区 阿里山区 然后你要到那个 那个新港 民雄比较平原区 对 那个其实光是开车 都要两个三个小时 你光是 另外一集有访问 Sufford 那个三天原住民选举 那是一个更可怕的 一个选区的制度 对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当然导致说 他的这个选区 会对大党有利 尤其是对组织比较绵密的大党 是有利的 对 那这个 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严肃的状况 所以其实我们的主张 我们也一直认为说 应该要把它改成联立制 因为这种状况也会让那些比较有资源的人 他事实上比较容易去建立关系 那他的服务也密集的在分布 在这些可能相对之下 人口数少或是资源少的地方 对 那这个累积下来 他可能就是那些有想法理想的人 但他没有资源 他要选上的机率会 特别是在区域 他就更困难了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其实对当地的选民 也不好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因为我出生在嘉义的山区 那我有时候也会 去接到一些澄清 比如说 我曾经处理过阿里山的丰山村 丰山嘛 丰山在里面 对 那他的这个 这个网路啦 中华电信 从88丰灾之后 你看88丰灾2008年 一直到前阵子 都没有把电话线 拉到丰山村 那这到底是什么 像校长就来讲说 这个委员我来跟你澄清 是因为我们的小朋友 丰山国小 他基本上就是没有网路可以使用 我说那无线网路 他说无线网路 因为他在阿里山的这个 滴地的地方 比较塞凹的地方 对 阿里山西的这个 需要下一个奋起舞下来 所以他收讯很不好 OK 那诸鲁此类类是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会说 不管是说 这个圆明的立委也好 或者是说嘉义在地的立委 他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状况 因为他那个选票实在太少了 对 所以你这个东西真的小党的存在 他是可以弥补这个选制上面的不足 等于是说你小党那在这边会有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就是说你透过政党票 那这个小党来帮助一些社会上真正的弱势者 或者是说在地理上面的弱势者 来帮他解决他的需求跟他的问题 对 我们回到在现实上面来看 就是其实也都选完了 然后过去可能是蓝绿两大党 现在变成蓝绿白三大党 当然还是有大中小之间的这个居隔 那两大党的时候大家就想 台湾这两个政党是右派政党 然后三大党的时候 这三个政党是右派政党 就是不管怎么样 好像都是所谓的右派当选 基本上来讲 你从事社会运动 或是从事工人运动 当维权律师也好 对 或是你的出身 他基本上来讲 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左翼的思想 或是左派的这种思考 你觉得在台湾有这种所谓的 左派政党 或是左翼的这种政治参与的空间吗 我觉得当然是存在的 就是说比较社会性 比较这个社会民主的这个政党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空间的原因 是因为这一个背景 台湾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台湾城乡差距的问题 台湾的分配不平衡 是越来越严重 对 今天 因为这几年 事实上我在立法院 跟游院长 陪同游院长 这个应该是说 这个 能够接待了许多的这种 其他国家的国会议员 有瑞士的 有欧洲 日本等等之类的 那我必须要讲说 如果说今天台湾是一个像北欧 或是像德国 瑞士 奥地利等等 这样的比较外部来看是一个比较平等的 这个国家的话 那可能没有这样的机会 但是台湾现在是这样吗 不是啊 你这边可以看到是说像我事务所下面是那个富邦银行嘛 有一次我去富邦银行的时候开学的时候我吓到啊 整排的学生都在办住学贷款 那包括年轻人买不起房子 那财富一直往这个少数人集中 财团化建商化的这个问题 所以他当然有这样的背景跟这样的机会 那现在的 但是为什么选不出来 对 那现在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只是说 台湾选制真的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像日本像德国 这个选举的看板就是这么小小一篇 台湾不是啊 对 这个我在新竹选的例子像国民党的看板 也是看板一大堆 民进党更不防多让 因为柯总召的选举就是财大气出嘛 所以整个全部都是他 这种选举的花费啊 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其实一个就是说你公办政见也好 或者是说这一些如何能够透过公共的资源 然后去办这个选举 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中选会不是在觉得说 我是让大家登记 然后收保证金就没事 包括这个保证金 就是公费选举的概念 对 包括媒体资源的分配 包括这个保证金也好 包括这个证件发表会等等 或是国家某种的协助 没错 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机会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因为立委的选举 他基本上是单一选举 刚刚提过嘛 所以有利大党 但是如果你在议员的这个地方 议员的层次的选举的时候 你会看到说许多的年轻世代 非常有理想有报复的年轻人 他可以在许多的派系 或者是说是黑金的背景的人之中脱颖而出 所以我一直也是对于这种 不管是说社运参政 或者是说对于这些年轻青年参政 抱持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看法 或者是说应该也是有这样的空间的存在 我刚刚就举例子 2018年的时候 我们在竹竹秒的地方 都提名7个人选上6个 到了2020年的时候 我们在新竹市三个议员 都再度高票连任 而且票数还成长 然后另外一位提名的陈赫文 虽然没上 差一点就上五六百票 他们也都没有什么资源 陈赫文是一个台南的 这个客运司机的儿子 然后青大社会所毕业 没花什么钱 但是也是什么就丟 那甚至你可以看到苗栗的 这个选区 包括不管是实力 或者是说像民进党的候选人 你推一个 这个像有一位在通院选的 然后他是蔡其昌的助理 他年轻人 回到通院这个通宵院里选 也选上 表示说其实还是充满了机会 你在一个选区里面 譬如说他有七个候选人 七个议员有九个议员的当选的席次 那其他的候选人 看起来就是那个样子嘛 但是你是一个年轻人 那你很有理想 那你想要投身到台湾公共政治的领域 我觉得 过去真的不乏其力 还是有很多的机会 不过这种可能 从某个小孩还是在选形象 因为他比较清新 比较年轻 比较没有包袱 但是他的政见 他的主张 他的那种社会关系 也未必会真的被看到 或是他也未必会真的 蹲下去做一些事情 对 他是变成有一个形象不错的人 虽然但是所谓的左派的政党 他可能还有某种的标志 或是某种的 当然不是左交 这个还是要弄这个 对对对对 不要强调社会民主 想要公共参与的这种 社会性 或是强调这种所谓的 相对之下 弱势的这样主张 对没错 那其实这个想法 就是说我会觉得 很多时候这些年轻人参选 包括这几次 很多还是在形象情形 对 或是被认为是有理想性 对 其他的更深层的东西 当然不只 当然不只情商情形 当然不只情商情形 因为 选民的眼睛也是血量的 他们也会知道说 你到底在 在做什么 有没有真诚的关怀 那我觉得 从事社会运动的人 他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他基本上是会有一种 对社会的关怀 或是说对弱者的关怀 之类的 那当你成为一个政治行动者之后 比如说你真的当选 你当然 真的要实际的去了解社会的各个层面 到底哪里有需要你的需求 比如说 这些偏乡的孩童 这些偏乡的学校 那到底他的需求是什么 很多的需求是你真的很难想像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 那个没有网路啊 你在台北的小孩说 老师我要上网没网路 这不能想像 阿里山的小孩就会面对这样的寸进 或者是说 我在足起的山区 街道很多城里是没有自来水嘛 就是说到现在这个年代了 但是他就是没有自来水 那必须要去处理 那或者是说零零种种啦 各式各样的 这一个 这个他所面对的问题 他的困境 那你 唯有就是你讲的 真的也是要蹲下去啦 我不一不觉得 形象基金是一个负面的 或者说大家这么的浅薄 就是说 但是你要扎根 或者你要坐得久 或者你要别人真的是看到你 那就是蹲下去 或者是你要先了解大家的问题 要不然你怎么去做 对 这样提出来的东西也可能会很空 或是建立在对手可能很糟的状况 是 所以 所以 如何去面对 大家 然后去 多去 深入了解大家的困境 这个本身是一个很 很重要的事情 那 所以我才会想说 不要觉得说 跑场这个东西 很庸俗 没错 庙会 像 我在新竹像城隍庙的绕境 或者是说庙会 我也会去那里扛大座 因为对我来讲 这可以跟大家不只是交过 可以了解 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 对 还是菜市场 宾遗馆 各式各样 你可以去跟民众 去跟大家接触的 这个机会 对 那 为什么这些传统的政治人物 即便你不欣赏他的这个做法 那他为什么会重视跟民众接触这一块 这其实是其来有致 也只有我跟他实际上的接触 而不是网络上的接触 我跟他才能够建立某种程度的亲近感 所以即便现在落选 那如果有任何的这个活动 或包括像殡仪馆 有时候我也会常常去 理由就是因为说 你可以真正的了解 那到底他想的是什么 彼此之间交换一些意见 那人家有时候也会跟你讲一些很好的这个点子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你就已经不是立法委员了 是 所以你要继续 还会继续去拔炒吗 当然啊 你还会继续去 你会准备下次东山再起吗 还是你要去回头从事社运 还是目前没什么打算 主要是在职业律师 因为我本来就是新竹的这个律师 那律师跟做民众这个角色有一点像 有一点对 就是说都是委托人 那当然 但接下来就是说有一些 我之前过去从事的这些冤错案 包括像王瑞峰案 包括厚峰大桥案 那也跟我本来的这些伙伴一起来努力 那律师的这个工作本身 其实某种程度也带有一种公益的性质 我觉得某种程度有时候 你也会觉得说 你从事政治工作 然后你在为社会大众来代言嘛 那律师的角色也是一样 你看到有一个这个人受苦 那你急需要帮他代言 那你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把他的委屈 或者是说一旦到底干扣一堆 把他讲出来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 这样谢谢先生 谢谢老师 希望下次访问你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身份 对 各种不同的角色 那你是百变身份 是 OK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想我们透过这一系列的这个 洛选者系列的专访 可以去了解这些朋友们的 这个参政的历程 以及他们的理念 因为在很多时候他们真正想法是 他们做了什么 其实我们并不清楚 那虽然我们现在做这个 有点这个后见知名 可是 就像我们在其他几集所说 这是一个开始 就是我们很多东西都是 这个结束的时候 它实在是真正的开始 我们并没有把力气放在 蓝绿白的斗争 跟权力的分配上面 而是要看整个台湾未来 怎么要去调整 怎么做得更好 谢谢险志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